游文图斯 其中帕尔玛主场打游文图斯的票价已经涨了7倍 按照计划,C罗将在当地时间7月30日开始游文图斯狩猎 他在都林的参加国际冠军杯的游文打部队回归 8月8日,C罗将第一次参加全队合练 8月12日,C罗将首次代表游文图斯在比赛重量上 游文图斯当天将与游文图斯弊队举行一场热胜赛 地点是在阿尼利家族的龙星之地为拉尔佩罗萨维莱普罗斯 8月19日,他将在一架首轮做客切尔迎来首秀 C罗加蒙一架后的巨星效应已经吸引了众多眼球 人们争相目睹五届金球奖合主的风采 意大利独林体育报调查了新赛记忆甲 第三轮,9月2日 帕尔玛主场对游文的票价,价格的大幅上涨主要是由于二次售票,或者是从帕尔玛官网购买球票的网站,然后将它们出售 二大贩子大幅炒高了票价 比如帕尔玛主场被摊抬的门票,官网上的基础价格为25欧 现在被炒到178欧,升涨了7倍,而帕尔玛的计票只要190欧元,其他的方案也没有幸免 东看台的票价,从60欧上涨到了199欧,西看台的票价从70欧上涨到233欧 部分看台的100欧门票,被炒到386欧,150欧的门票,则炒到了438欧,足球是场抽 这样的票价对一场一价比赛来说,已经太夸张了,有球迷吐槽,能给尤玛和C罗分点吗? 可以预见的是,本赛季尤玛图斯克场票会涨价不少 对于一价球迷想要看一眼C罗还真,就多讨点真金白银了